为了配合天文景象上帝金戒指日环时 复礼香农会21号的下午特别举办活动 来迎接这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文景象 而县长徐真伟也特别到场和大家同乐 一边享受复礼在地的农特产品 一边和大家欣赏这个天文景象 民众兴奋地带起绿光镜片 每个人都抬头见到天空一暗的奇景惊呼 好神奇 民众发挥创意看日环时 来自花莲学的学生 运用纸箱搓动自制反射日环时的观测箱 也有民众家中是做旱间工程 拿了一个家中的护目镜观赏日环时相当有趣 这个是人家电汉机用的 怎么知道用这个 用这个最好了 因为这是百年一见的天文奇景日环时 台湾时间21号下午登场 不理农会举办古艺表演 小龙设计等活动 县长徐政卫来到县城马上带起太阳绿光镜片 经戒指献身之后县长感动的无法言语 感动落泪的说好美丽 这么珍贵的时间我们相聚在一起 或许未来可能在此时此刻看日环时的时间 或许机会没有了 真的很难得的缘分 全世界有七十几亿人花莲有三十二万六千人 当然我们有全国的相亲也在这里相聚 这是一个难得的时刻也难得的缘分 星空抖篮老师也是在地部里人的徐卫杰讲解说明 月球会绕着地球运行 当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 使地球月球和太阳在三度空间中 几乎连成一直线的时候 月球就会挡住太阳照向地球的光 导致日时现象的发生 在这个点的时候 这个点的时候准备要变成环时的时候 我们叫时计 或是叫做环时要开始 环时开始这样子 好 然后在我们会场这边 是可以看到这个金环的 这个金环 这个金环的时间点很重要 大概是在下午的四点 四点十五分 四点十五分的时候 很重要 因为它只会出现缓 大概一分钟而已 一分钟而已 大家要把握 现场活动邀请了许多表演团体 更是邀请了在地的孩子 鼓一表演 敲锣打鼓赶天狗 把月亮赶走 让太阳赶快现身 相当热闹有趣 全台上万人挤爆了 布里香观测到上帝的金戒指 天文奇象 现场民众都说非常感动 这个美丽的景象 来不及看到的 就要等上 一百九十五年后 才会再现 区者高双双不离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双 non六分钟